大家好我是皮靈牌 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今天來沖血咱們的精英 然後繁衍後代吧 天啊在一個月黑風告的黑色版面上 旁邊有月亮的噪音再加上時間的陪襯 哇靠那沖血的速度之快啊你知道 哇這整個玩到最後突然發現這個整個神母湯你知道嗎 因為今天更新嘛 然後iOS很像到下午才可以順利的去更新 不然的話之前都卡在那邊害我有點緊張 可是他更新之後的特效呢 欸果然這就是RD最可愛的地方了 你看他小小小小的特效風格真的是有夠棒的 對他現在呢會讓你的基因去沖血 應該算沖血吧 反正就是紅色的東西灌滿整條基因之後呢 就可以繁衍他的後代下一個基因就會出現 所以說他一個基因是可以無限繁衍的 只是說他旁邊一定要有空間就對了 但是如果他旁邊沒有空間的話 他還是會繁衍只是會瞬間又歸零 等於說那一瞬間旁邊一定要有位置 不然的話就會浪費掉 這樣就清楚明顯多了嘛對不對 你看他用這個動畫就可以解釋這麼多 可是你看他遊戲內的解釋根本就沒有解釋 一定次數的攻擊時克隆骰子會生成 就這樣沒了 旁邊的細節完全沒有講到 我實在是不懂啦 對我實在是不懂 OK好那今天咱們就來玩一下 昨天最多人想要問 呃最多人 我在看點位置的時候 大家一直想問這一對 就是用克隆月亮加上時間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啊不就等於無限複製嗎 對真的是無限複製 但是我在玩的時候發現有一個要點 如果今天要玩到好的話 呃呃前面真的輸了大概20N10次吧 對很容易就崩 因為克隆的攻擊力實在太低而且攻速實在太慢 一開始呢月亮想辦法都先二星 因為之後克隆的一星複製出來之後呢 都會變成二星嘛 對不對因為我一星跟一星合 所以有可能會變成二星營養 再給他上去會比較來的OK一點 剛剛可以看到我中間那顆克隆是已經滿了 但是呢旁邊沒有位置對被社會壓迫 所以沒有辦法生出小孩只能選擇 哈哈哈哈 對那我們他就再重新再造血一次啊 那現在看到的是中間右邊的那一顆 他現在準備要造出他的克隆骰子 對克隆小孩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對面的狀況現在很好 弄出了八顆一星的時間閃 不過還不錯 可是我這邊還是有配一下颱風 如果不配颱風的話 可能會很尷尬 對那個克隆的傷害很容易出奇就崩 對我這邊真的是試了十幾次 真的是有夠難搞才試了這一波 才給他玩起來這樣子 好來吧我們現在到了第八回合 然後我現在這個位置其實生長的沒有很好 所以我就只能給他人 因為呢他只會生在附近而已嘛對不對 所以說呢中間那一顆他只會生長一顆 其他右半邊的已經長滿了 對沒有空間給他去複製了 所以說你看那一顆已經要滿了之後呢 就瞬間沒了沒了就沒有了 對孩子就不見了就不見了 他也不會有任何傷害 也不會加攻擊也不會加攻速 如果這個時候會加的話有多好啊對不對 而且可以看到 哎呦現在傷害還沒有點滿 攻速也還沒有點滿不太明顯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等一下再 先看記得他現在的攻速 再看一下後面點起來那個攻速 那個沖血之快啊你知道嗎 真的是有點猛你知道嗎 真的是有點愧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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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幾秒鐘就可以一發 幾秒鐘就可以生成出來 真的是永遠的複製一直在複製 要不是他的傷害很低 不然的話真的是一個滿神奇的隊伍啦 OK現在到第十回合了 我給他長出來 然後那一顆是有刺到三星 因為可以看到他長得非常的快 已經長到一半 中間那顆是只有刺到時間閃 只有長到一半的一半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可以看到攻速的差別啦 對攻速上面其實還是有點差別 已經長出來了有沒有快 真的是快到爆炸 那現在對面已經四星的 四級的月亮還沒點到滿 我自己的月亮也還沒有點到滿 如果點到滿的話 那個速度應該是更快的 好來我們來到第十二回合 其實這次影片應該就不用加速了 這樣可能會比較看得出來到底在幹嘛 而且說畢竟是克隆嘛 所以到哪裡大家也應該知道了 好現在中間那顆已經長完了 OK也出來了 現在版面又要滿了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默默的 卻把二星給拉上去 對這個是蠻神奇的玩法 可以看到我前面只召喚幾顆之後呢 我就再也不用召喚骰子了 算是一個以時間流而言 有一點點神奇的玩法 對真的是蠻神奇的啦 呃也很 對你看我現在都不用召喚 我就可以專心的去升級就好 可以看到現在攻速完全給他起來了 而且我的月亮還沒有點滿 他每打一次那個充血 就直接充血一格基因你知道嗎 現在這邊至少有 一二三四五六 把它分成七段好了 那每打一波就是升級一段 所以我這邊浪費了多少 好可惜喔 如果他每充血一次 然後沒有複製的話 可以加一點點攻擊力 對加五嘛對不對 這樣也好啊 雖然說不會到很過分 但是至少可以讓這顆骰子有點傷害啊 對啊這樣就好玩多了 好我現在把右下角唯一那顆 沒有辦法有任何 任何基因過去的 給他放召喚出來 因為沒辦法 已經沒有地方可以生存讓他過去 而且我現在這個交換骰完全沒有出來 有那麼一點可惜 然後呢竟然現在已經滿了嘛對不對 我就先把沒有月亮的部分給他合起來 然後可以默默的把版面給推到二星 重點是不用花任何一塊錢 對這個玩法是滿省錢的 但是很像沒什麼意義 好如果有收到那個營養的話 我就會給月亮給他吃下去 讓他再更穩定一點點 畢竟月亮越高 攻速越快嘛對不對 好現在來到第16回合了 我這邊攻速已經起來了 基本上算是OK了 然後我的二星已經慢慢出來了 我對面也開始慢慢在準備我的二星了 然後二星的話 他的充血速度又會更快了 像是一個16歲的年輕小夥子一樣 哈哈哈哈哈 這速度之快啊 你知道嗎 每天都一柱晴天 不對啊 十秒鐘就一發 這個速度之快 好 現在來到第17回合 我這邊弄 基本上已經給他上到二星了 所以我對面要趕快給他弄到二星 不然的話一星時間已經沒有用了 不過二星所需要的時間閃會比一星還要來的少 所以我現在有四顆 基本上攻速也還勉強可以啦 但是還是有一點慢還是有一點慢不夠快 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對跟剛剛一星閃還慢很多很多很多 然後月亮還是要給他點亮 因為畢竟有攻擊跟攻速的上升 還有暴擊率對都很重要 因為這個 科隆閃雖然衝鞋速度很快 但是中看不中用啊 攻擊就是只有那麼一點點 就算我今天升到滿好了 我現在等級10升到滿也是 攻擊也只有70而已啦 其實很低很低 對低到有點可憐 好我現在對面有五顆二星的時間閃 傷害上面還行 有了七顆了 這攻速應該又回到滿速了 好這個時候他的複製已經完全沒有意義了 除非我要給他逼到三星 可是很像就有點難 因為畢竟一星的科隆跟一星的科隆 合上去是二星的隨機閃 所以說還是有可能會把版面給打亂的 所以真的要玩的話 我覺得還是算不太適合 對不太適合 但是玩起來有點爽 而且這次更新的特效真的是 嗯對蠻酷的 對 呵呵呵呵 真的蠻酷的 真的蠻酷的 直接 對原本是沒有任何反應的 現在是反應很激烈 你知道嗎 不斷的沖血 不斷的造血 不斷的造人 好那現在基本上已經OK 那左邊那一顆異星就不用管他 反正他生長起來就好了 這個東西就是穩就好 玩遊戲嘛 對這個遊戲穩就好 已經是隨機骰子 好現在到第21回合 現在打起來了 怪物還可以啦 暴擊有到一千零一滴 因為我爆傷現在是一千一百零一趴 給11倍爆傷了 11倍 所以因為這幾顆骰子之後 大家的爆傷應該基本上 至少都提升50%左右吧 因為畢竟有蛋糕骰 又有這個新骰先不算的話 應該至少有50%吧 應該吧應該吧 好現在小兵的血量也有 三萬滴不過還行 然後有辦法複製科隆 就給他複製科隆骰 給他過去就對了 我這造型速度之快 不過 大家可能要記得一點 現在可能還看不出來 等一下打完了之後 就會意識到一件事情 對我才有發現原來 科隆骰這一點 會導致他有一點點的尷尬 就是他只會打最弱的怪物 算是一個全新型態的玩法 所以說如果在打的時候 突然給他召喚了一顆轉移 整個隊伍就會崩潰 對就會直接崩掉 算是蠻尷尬的地方啦 然後我現在在這邊整理我的隊伍 不過實際上 你看也沒什麼差別 雖然弄出了一個四星月亮啦 但是很像也還好 對也還好 沒什麼 對啦是有更快 是有更快 可是那更快 比子 人家無所謂 無所謂 來到第25關了 小兵的血量有到30萬 那對面已經無所謂了啦 那個三星颱風也變合起來 不過就給他放走吧 因為畢竟我沒有弄到三星了 多一點傷害是一點傷害 說不定還可以把轉王給推掉 然後現在到 呃 還行 對面的王爺 來了 有可以看到哈士先打後面的 完全跟鐵骰是相反過來的玩法 一個很奇怪 所以他在25關的時候 今天如果他是主攻 可是應該也不會有人拿他當主攻骰 這個傷害真的是有一點可憐啊 對就算有月亮的加持 弄上去也才只有一千多滴而已 雖然說攻速很快 有月亮有時間的加持 如果再加上一個 那個叫什麼 挨插的話 頂多再給他20%嘛 好啦 40%好了 點到滿 這樣也沒多少 其實 也沒多少 頂多就是1400 而且還不知道他趴傷是怎麼加上去的 對 如果趴傷直接加 而不是額外加 那就真的更糞了 好 現在到第27圍 小便的血量有到5萬多 這邊還可以是可以直接秒的 可以看到因為對面的怪物有先被打掉 而且怪物來 這邊血統的怪物是一階一階慢慢上升的 所以說 他一定會先打過來的那邊的人 而且過來那邊還會有先被颱風打 所以他血量會消失 所以就一個玩特別的玩法 真的是蠻特別的 真的是蠻特別的 對可以看到我這邊打到一半之後呢 他會整根過去往上打 然後再往回打這樣子 這邊有在打的部分 大概也只剩下小丑跟 小丑交換跟營養會打我這邊 穩定打我這邊 因為打前排 好第28 29了 好準備要來到第30回合了 差不多就要結束了 好現在小便血量來到了第6萬 咱們的子子孫孫 雖然說繁衍的非常用力啦 但是完全沒有辦法 好期待 如果他現在沒充血 真的 真的覺得他如果沒有複製的話 應該還要一點速作用 這樣會更好 對應該還要一點小buff 小小buff就好 這樣讓遊戲會好玩很多 真的 雖然說這樣已經不錯玩 但是就覺得有少了這麼一點點 好現在小兵 王的血量有80萬滴 打完之後只還有60萬滴 天啊這個傷害真的是慘不能躲 全部buff給他上去了 也才只有打掉20萬滴 那這邊應該是沒辦法了 對這邊就是我發現的神血 因為我對面剛好隨便召喚了兩下 那個轉移一下 結果轉移的血量太少了 對直接他只會打後面 不會打前面 整個就很可憐 不過就算他全部打前面也沒有用啦 對好直接就崩掉 有這麼一點點的殘 雖然說基因非常的雄偉 但是還是沒辦法 OK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W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如果有什麼組合想要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群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常出現就是了 會不會打開 那對不起 我可以看到 我們到達